欢迎大家来到牛客网程序员笔式面试专题讲座 本期讲座是与动态规划有关的内容以及相关的高频面试题 首先我们用一个题目来说明动态规划是什么 给定数族array array中所有的值都为正数且不重复 每个值代表一种面值的货币 每种面值的货币可以使用任意的章数 再给定一个整数aim 代表要找的钱数 求换钱有多少种方法 这道题非常经典 经典之数在于本题可以体现暴力搜索方法 记忆搜索方法和动态规划方法之间的关系 并可以在动态规划的基础上进行再一次的优化 从而能够帮助大家了解到底什么是动态规划 面试中出现的大量题目写出暴力搜索的方法 往往比较容易 但是想要有进一步的优化过程 往往不太容易想到 其实通过本题 观众就可以了解到 这些题目都有着相似的优化轨迹 我们先来介绍暴力搜索的方法 如果array等于5 10 25 1 am等于1000 那么整个过程如下 1用0张5元的货币让10251组成剩下的1000 最终的方法数呢 计为redout1 2用1张5元的货币让10251组成剩下的995最终的方法数 计为redout2 3用2张5元的货币让10251组成剩下的990最终的方法数 计为redout3等等等等 最后是201用200张5元的货币让10251组成剩下的0 最终的方法数计为redout201 那么上面的每一种redout其实都有后续的递规过程 比如用剩下的三种货币组成一个前数 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认为它是一个递规过程 那么很明显总的方法数最终的结果是多少呢 那么redout1加redout2一直加下去加到redout201的值 就是总的方法数 根据如上的分析过程我们定义地规函数 process1arrayindexaim这个函数 它的含义是如果用arrayindex到n-1这些面值的钱组成aim的话 请返回它总的方法数 那么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cons1方法 暴力搜索之所以暴力是因为存在着大量的重复计算 比如上面的代码中 当已经使用了零张五元和一张十元的情况下 后续应该求251这两种货币组成剩下的990的方法总数 这个和当已经使用了两张五元和零张十元的情况下 后续依然是251这两种货币组成剩下的990的方法总数 那么其实都是process1array2990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类似这样的重复计算在暴力地归的过程中大量的发生 所以暴力地归方法的时间复杂度就非常的高了 下面我们介绍记忆搜索的方法 我们注意process1这个函数 process1arrayindexaim中 array是始终不变的 变化的只有index和aim 那么整个地归过程也可以用indexaim来表示 所以我们用pindexaim来表示一个地归过程 重复计算之所以大量发生 实际上是因为每一个地归过程的结果其实都没有记录下来 所以下次还要重复去求 所以可以事先准备好一个哈希表 假设为map 每计算完一个地归过程之后 都将结果放入到哈希表中 那么下次进行地归过程之前 先在map中查询这个地归过程是否已经计算过了 如果已经计算过 就把值拿出来直接用即可 如果没计算过再进入地归过程 那么现在大家看到的coins2方法 就是记忆化搜索方法的具体实现 那么coins2和coins1方法的区别 就是事先准备好全局变量map 记录已经计算过的地归过程的结果 防止下次重复计算 因为本题的地归过程可有两个变量来表示 所以map是一张二维表 mapig代表地归过程pig的返回值 那么在每一次进入下一步的地归之前 先查询一下是否已经计算过了 如果计算过 就把结果直接从map中拿出来用即可 如果没计算过 才进入地归过程 并且每个地归过程在计算完成后 都会将结果放入到map中 那么下次如果遇到相同的地归过程 就可以防止重复计算了 其实记忆化搜索的方法 就已经可以认为是动态规划的方法了 我们在介绍完经典的动态规划方法之后 再来重点的说明 下面是经典的动态规划方法 生成杭数为n 列数为m加1的矩阵dp dpig的意义是 使用array0到i货币的情况下 组成前数g有多少种方法 那么dpig的值的求法如下 1对于矩阵dp第一列的值 表示组成前数为0的方法数 那么很明显就是一种 那就是不使用任何的货币 所以dp第一列的值统一设置为1 对于dp矩阵第一行的值 表示只能使用array0这一种货币的情况下 组成前的方法数 那么比如array0等于50 那么能组成的前数 只有0 50 15等等 也就是说array0的整数倍的位置 才能被array0这种货币组成 那么其他前数就通通不行了 所以就将相应位置上设置成1 而其他位置上设置成0 那么三除第一行和第一列的其他位置 我们假设位置为ig 那么dpig的值 其实是以下值的累加 如果完全不用arrayi货币 只使用array0到i-1货币时 方法数自然为dpi-1g 如果用一张arrayi货币时 剩下的钱用array0到i-1货币组成 那么方法数就为dpi-1g减去1乘以arrayi 那么如果用两张arrayi货币呢 那么剩下的钱再用array0到i-1货币组成 方法数自然就是dpi-1g减去2乘以arrayi 如果用三张arrayi货币时 剩下的钱用0到i-1货币组成 方法数就是dpi-1g减去3乘以arrayi 等等等等 那么所有这些值的累加 最终才构成dpi-1g的值 dpi-1g如何求我们已经知道了 我们从左到右依次求出dpi矩阵中每一行的值 然后再计算下一行的值 那么最终最右下角的值 也就是dpi-1m的值呢 就是最终的结果返回即可 那对于每一个位置 ig来说 求解dpi-1g的计算过程 需要每举这个位置上上一排左边所有的值 那么每举的过程的时间复杂度就是b-go-a 那么dpi一共有n乘以m个位置 所以总体的时间复杂度呢 就为b-go-n乘以m的平方 那我们之前解释的记忆化搜索的方法 其实和我们刚刚介绍的动态规划方法是等价的 那么复杂度一样也是b-go-a的平方 这个是为什么呢 因为计划搜索的方法说白了是不关心到达某一个地规过程的路径 而只是单纯的对计算过的地规过程进行记录 避免重复的地规过程 而动态规划方法呢 则是规定好每一个地规过程的计算顺序 依次进行计算 后计算的过程呢 严格的依赖前面计算的过程 两者呢 都是空间换时间的方法 也都有相似的每举过程 区别就在于动态规划规定计算顺序 而计划搜索不规定 现在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动态规划 动态规划的本质 其实就是用申请的空间来记录每一个暴力搜索的计算结果 下次要用到结果的时候呢 直接使用而不再进行重复的地规过程 并且动态规划规定每一种地规的状态的计算顺序 从简单的基本的状态出发 顺序的计算出所有的状态 最终获得结果的过程 所以动态规划方法和记忆搜索方法本质上就是相同的 区别就是动态规划严格规定计算顺序 而记忆搜索则非常功利 出现一种新的状态 那我就计算 计算完我就记下来 防止下次重复计算 而根本不关心状态依赖的路径 所以呢 动态规划可以获得进一步优化的可能 比如我们刚刚的问题 我们知道 IG位置的DP值 需要上面很多位置值的累加 但是我们又注意到 现在大家看到的被红色圈住的部分中 每举值的累加结果 其实就是DPIG-ARRAY-I位置的值 所以DPIG的值可以化解为 DPI-EG加上DPIG-ARRAY-I 从而把每举的过程彻底省掉了 这种改进后的动态规划方法 因为没有了每举的过程 所以把时间复杂度 从B勾N乘以AM的平方降成了B勾N乘以AM 这里想说明的是 虽然动态规划和记忆搜索方法本质上是相同的 但是因为动态规划方法把状态的计算顺序规定了 从而让状态的进一步化解成为了可能 这道题的优化过程其实代表了几乎所有可以用动态规划题目的优化过程 我们总结一下 首先我们需要写出暴力搜索的方法 然后看看哪些参数可以代表一个低规过程 那么找到那些参数 记忆化搜索的方法呢 就是根据这些参数就非常容易写出来了 就是把那些参数整体当做key 把这个低规过程的计算结果当做value 然后存入到mac中 每个低规过程计算完成后 都把结果放入到mac中 那么下次再碰到同样的状态要计算时呢 就可以从mac中直接取出来用了 那么有了记忆化搜索的方法 我们要想得到动态规划的方法 那么下一步就需要去整理各个状态之间的依赖关系 简单的可以直接得到的状态先计算 那么基本上相当于 如果是一个二维的话 就是第一行跟第一列嘛 那么依赖简单状态的结果 那些复杂的那些状态呢 就是整理出整个的计算顺序之后后计算 那么这种按照计算顺序下来的方式 其实就是动态规划的方法了 然后再看看 每个状态在计算的时候 能不能得到进一步的简化 得到更简单的状态方程 如果可以 那么我们就相当于得到了更好的动态规划方法 那现在我们可以解释一下 为什么很多同学会觉得动态规划方法很难了 比如动态规划的经典问题 比如求最长递增子序列问题 01背包问题 包括硬币掌灵问题等等 其实是因为同学们对这些经典动态规划过程 最开始的暴力搜索过程不了解 那么在课本上接触到动态规划时 教学者又省掉了最初的暴力搜索的过程 而是直接把优化后的动态规划方法的整套方法论 直接进行讲述 所以不了解整个优化过程的同学 当然会觉得这个方法理解起来非常的困难 那么动态规划方法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那些我们不了解的先贤们 在当初他们面对暴力搜索的时候 发现了有一些常规的优化方法 并且加以总结所形成的 用空间换时间的一整套方法的集合 动态规划方法在课本上总结的关键点包括 一最优化原理也就是最优子结构性质 这指的是一个最优化策略具有这样的性质 不管过去的状态和决策如何 对前面的决策所形成的状态而言 余下的诸多决策必须构成最优策略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最优化的策略的子策略总是最优的 如果一个问题满足最优化原理 就称其具有最优子结构性质 二无后效性 指的是某状态下的决策收益 只与状态和状态的决策相关 与如何到达该状态的方式无关 三 此问题的重叠性 动态规划将原来具有指数级的时间复杂度的暴力搜索 改进成了具有多项式时间的复杂度的算法 其中关键处在于解决冗余 也就是我们避免重复计算 这个是动态规划算法最根本的目的 刚才我们还原了一道题 得到动态规划方法的全部路径 那么任何一道可以用暴力方法解决的代码面试题 几乎都可以套用我们刚才介绍过的内容 最终得到动态规划的方法 但是对于经典的动态规划问题 我们还是应该直接记住 动态规划方法的过程是什么样的 而不是从暴力的过程开始慢慢的整理出来 这是因为这些经典的问题 其实都是教材级别的题 已经足够经典了 所以要求也会比较高 面试官希望面试者能够直接说出 经典问题的动态规划过程 下面我们就介绍一些经典的动态规划题目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